国内版VR游戏和原版到底有哪些差距 大家好,欢迎收看VRPD的视频节目老妙聊VR 上次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 老妙分别用Pico Neo3和MateQuest 2玩了同一个厂商的同一款游戏 发现差距巨大 老妙还想着是不是国内厂商拿到的游戏包不一样 所以老妙想看一下这些优质的VR游戏的国内版本 和在Quest 2上的一体机的版本到底有多少差距 这次老妙选择了几款代表不同开发方向的游戏 分别是以玩法创新而画面计算量较小的Superhot 平衡了游戏画面的全球性奎笛 代表着目前VR最佳画质之一的科幻解谜类的Redmutter 这里特别声明一句 老妙这次选择Pico的原因在于 它可以说是目前国内VR内容生态最强的存在 并且Pico Neo3和MetaQuest 2 同样都采用了高通骁龙XR2芯片更方便比对 而且这七款产品在Pico Neo3和MetaQuest 2上都有 所以这样才有比较的基础 来先上对比视频 注意这里老妙选的素材都是Superhot 开场部分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以像素块来实现的 也就意味着画面的计算量并不大 两者在画面比较上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款Quedy同样的对阵双方 同一个拳击擂台 画面上的区别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老妙随便来找出细节 这个围栏神细节差别还是很大的吧 第二个打击感大家可以看到MetaQuest 2 其实可以说是拳拳刀揉 而且在快拳重拳的画面表现上是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的 该收就收 该快就开 Pico Neo3上的版本就有很大的不同 快拳收回来 拳套还在奎叠的脸上 从打击感来说 MetaQuest 2的版本是真VR拳击 而Pico Neo3的版本更像是小拳拳捶你胸口 第三款是号称VR最佳画质的科幻解谜类的Red Matter 这里多的不展示 核心展示就一个大全景的画面 在土味5上远眺的这个镜头 虽然像这些岩石 两者都是贴图的 但细节的质感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远眺的全景镜头的质感 大家来比较一下 可以把感受打在公屏上 好 看完三个对比入屏 老妙先谈谈个人看法 首先是没必要去苛责硬件厂商 对于画面来说 因为不同厂商的屏幕的调校本身存在不同 一定有观感上的差异 至少像Pico用的那家屏幕厂商也不是差的 而对于内容开发商来说 不同的硬件能够提供的计算能力也是不同的 所以一款产品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存在的差异 一定是硬件算法内容优化等一系列流程的综合结果 老妙做这个视频还是希望国内硬件厂商不断加油 能够早日赶上全球顶尖厂商 最后说一句支持正版游戏 Meta Quest 2的游戏白票档就别逼逼内容的好坏了 好 本期节目老妙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老妙的节目做的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一键三连 老妙聊VR让你听懂关于VR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关注收藏一键三连